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模拟联格国的这项活动 先来讲一下旅游吧 我昨天晚上数了一下 从出生到现在 我去了45个国家 五大洲 三大洋 然后呢 我相信很多爱旅游的同学 应该跟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就是每一份春节过年的时候 七大夫八大姨总的问你 哎 王晶宇 你去了那么多国家 你觉得哪个国家最好啊 然后我想说 正因为我去了那么多国家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最之格 更多的时候 我会更关注于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这些是我在旅途中 更加感兴趣的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英格兰 大家觉得 谁在英格兰活得最舒服 大家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没错 因为我在去英格兰的时候 我发现英格兰的羊很特殊 试想一下生活在内门谷新增的羊 最后成了什么 羊肉串 上羊肉 还有什么 没了吧 但是英格兰的羊 基本上不会有性命之忧 英格兰的羊 大多数最后会被制成羊毛制品 所以说他们的人生不需要有性命之忧 这一点 英格兰的羊每天只要做三件事 吃好 喝好 睡好 他们唯一要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主人 等他们的羊长长了 他们的主人就会来解羊毛这件事 所以说 我希望通过英格兰的羊这个例子呢 告诉大家 其实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 我们对待某一个事物的看法和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是在中国 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 是从我们身为中国人的视角出发 可是 如果我们走到国外 我们去其他国家 去其他区域 我们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而这一些是我们参加的组中获得的 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出现这个字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 酸乱恰 嘎语 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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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酸乱恰是大家的第一个印象 然后呢 应该会出现这种印象 这张普遍确实是 是在印度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很多印度人都挤在一辆火车上面 在我没有去印度旅游之前 我心中的印度也是 脏乱差 贫穷 然后人多 但是我发现我真正去了印度的时候 我发现 并不是印度的每一条街道都是一方乱差 也并不是印度的每一个时候火车总是那么的拥挤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在如果没有去一个国家玩之前 可能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而且在这个信息尤为爆炸的时代 我们可能只需要一部手机一个电脑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所以说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眼界为时这句话才是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走到国外 我们需要去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用我们的眼睛 用我们的耳朵 去真实地感受到这个世界 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 如果你不用你自己的眼睛和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那么你永远都会咀嚼别人的残忠冷治 那讲完旅游 我们再讲一讲我摩连的这项活动 现在我是卫浴摩连社的社长 然后我从去年参加围理摩连会的一个代表 现在成为了举办围理摩连会的一位主席 所以说 我接触摩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但是摩连对于我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大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第一次参加摩连会 是我们取消举办的围理摩连会 那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前辈代理 我甚至在开会之前 我不知道什么叫有主制核心磋商 什么叫无主制核心磋商 甚至我连拿到背景文件的时候 就只离开会只剩下一周的时间 所以说那一周我真的是 花费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摩连 我从小的去看资料 我去搜知乎 我去搜百度 一切的搜多取道 我都去搜一些资料 我不光搜我自己国家的地场文件 还有别的国家的一些资料 所以说在摩连的这个准备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刻骨 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在摩连的会场上的时候 我却真的觉得 可能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在摩连的会场上 你的每个领导中的大脑都得去思考 你需要去辩论 去博弈 去谈判 你会和一群和你年龄相同的青年讨论 同样一个议题 可能这个议题在你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过 你会考虑核武器的使用吗 你不会吧 你会考虑说 我到底是应该需要接受基础教育 还是不需要基础教育吧 你不会 因为很多时候 你都是被动地去接受了这件事情 可是当有一天给了你一个机会 告诉你 你可以和一群和你年龄相同的人 一起去讨论 去谈判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上 会赋予了很大的责任感 我在摩连的会场上 接触到了很多议题 而那一些区域都是我从未去探索过的 包括关于核武器的使用 包括关于环境保护 包括关于遗产保护这些东西 可能在日常学期的时候 没有接触我的这些 但是摩连就因为我分布了 某些不知道的领域的缺陷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在摩连的会场上 我增加了我的国际视野 因为去参加了摩连 所以我在对某些事情的思考上 我会从一个更大的局观的角度去思考 我会不光从中国的立场出发 我会从美国 从俄罗斯 从伊拉克的角度去看 同样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全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觉得全球视野 也是ID的一个要求 也是我们未遇的 未遇人需要得到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觉得摩连真的带给了我很多 我也非常感谢摩连 所以说在今天 我觉得大家要感谢这个世界很大 因为世界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不同肤色的人 不同种族的人 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去体验不同的文化 我们可以让不同的思想 周知在一起组成一个多元的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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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